各位熱愛集郵的朋友 大家好 很久沒有更新頻道 主要這一排香港的疫情比較嚴重 少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於是我就沒有什麼機會 和朋友拿到一些東西 最近這幾天 又收了一批 一些百多年前的人集郵的集郵寶 非常之有趣 想在這裏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經常看 講郵票、集郵 經常聽到有個名詞 叫做貼紙、無貼紙 英文叫做Unmounted Mean 或者是Unhinged 或者貼了紙也就是Hinge 這個字的來源 我之前在集郵入門那裏 我都講過了 如果大家比較新手的朋友 可以去我之前講的這些題目 基礎入門的集郵那裏看 我就放在播放列表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之前那裏看 我現在 就用實物來 和大家講講什麼叫牽儲 和什麼 首先我們看看這一本 1906年的 非常之早的 集郵冊 它就是Sunday School Prize 作為一個禮物送給學生 1906年1月的 很有趣的 一百十多年的郵票寶 Stamp Album 一本 那這些郵票寶 當年呢 就是用這種貼上郵票 直接貼上一本補的 那這叫貼票冊 我們這一種現在常用的集郵用品 裡面的這隻郵票寶 這些叫插票冊 郵票就直接插進去 不用說把背膠破壞了 去影響郵票的品相 這些插票冊是五十年代左右才有的 於是以前的人集郵 就希望一些完美品相的郵票 就是背面沒有貼紙 這些直接貼在後面 直接找一些貼紙 Hinge Paper 貼在後面 後面有一張貼紙 貼著一本寶 然後另一部分貼著郵票 直接貼到一本寶 這些貼票冊 和插票冊的分別就是 對郵票的品相是比較難保存的 這一本的一百多年的集郵寶 就正正看出當年的人集郵 這個興趣真是純粹為了認識一個地方的風貌 這一頁就是索引頁 Index 由ABCD到Z 不同的國家名 那你對於這些不同國家的收藏 郵票的收藏 你就可以認識那個國家的文化 風貌那些東西 那當然 今時今日呢 這些屬於低級的集郵的東西 就沒有什麼興趣的 因為很多時候呢 直接可以在 電腦到Google或者圍機 已經找到你所需要的一些 資訊 有圖片 甚至有動畫 有電影 都不需要靠這些 靜物 這麼靜的東西 去學習這些知識 所以這些東西 對於年輕人來說 已經是毫無吸引力了 那當然現在 集郵已經去到一些高級化了 或者非常專業化了 那這些看回當年的人呢 就非常之有趣的 那當年 百多年前呢 郵票的發行都沒有那麼濫的 因為郵票其實去到 戰後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呢 真是蓬勃發展的 全世界各地 一個最大最大的愛好來的 這個是一個最大的 hobby 那每個人呢 基本上他小時候 都會集郵的 甚至現在比較年紀 大小小 四五十歲的 他小的時候 一定集郵的 還有這本東西 繼續說回 那這些呢 就是印郵票的紙裡面 的水印 各種分 各種各種水印 非常之仔細的 好了 那 因為英國出的 所以他第一頁 就一定是大不列端 Great Britain的郵票 這些是維多利亞 去到愛德華 七世 去到喬治五世 一九零幾年 非常之早的 這隻紅便士 那你看到他 其實他 每一個國家 除了英國 比較可能 多少少的位置 給你擺郵票之外 其實每一個國家 都是只有一頁的 一來就是當年 發行的郵票比較少 二來呢 他都沒有要求你 很仔細地儲 總之每個國家 有幾隻 有代表性的郵票 儲齊這一格 就叫成功 那這個 這個 英國之後 就是直播羅陀 跟英國有關係 馬爾他 跟著奧空帝國 就是這樣 那這些 八幾年的郵票 是不是很珍貴呢 其實真的不值錢 不要看他年紀大 這些一隻八幾年 但是因為他數量多 畢竟是印刷品 和當年大量使用的印刷品 所以流傳下來 是很多 尤其是用過的 這些信銷票 吸了印的信銷票 流傳下來更加多 那完全不值錢 那這些寶呢 為什麼現在會流傳下來呢 是什麼途徑 其實就是 當年那些人集郵 那些人儲存 那當然他們儲存 都不是說很專業的 就是寄信 收到 或者跟別人交換回來的 那大部分都不是很珍貴的 油票 就是普通一點點的 但是擺久了 都會有個別 有幾值錢下的 升了值 那於是那些寶呢 因為全世界都有嘛 有些地方升得多 有些地方升得少 那這些寶呢 存完之後 可能那個人過身 阿爺過阿爺過身之後呢 他就拿出去賣 那後人去買這些寶呢 可能就在裡面 就選一些他需要的 比如 這隻 羅馬尼亞 他需要這隻票 那他就撕出來 他需要一些 那可能一本寶裡面 幾萬隻油票 就選了 幾百隻 然後又拿出來賣 那久而久之 可能賣了三五十次了 中國油票都有了 有幾隻盆龍票 最不值錢的清朝油票 這些當然是 那賣了幾十次之後呢 剩下下來呢 大部分都是不值錢的 所以越久呢 其實就越不值錢 每個地方 英屬中非呀 好望國呀 勞里球斯呀 那你其實當年來說 這些花花的印刷呢 真是很難得的 對於形式的國家呢 他有了一些基礎知識的 那個 南尼日利亞啦 那個土地面積啦 有了一些資料 人口啦 第一套油票什麼時候發行啦 首都在哪裡啦 那你 那你 開頭集這些這樣的油呢 其實就很容易對世界呢 產生最初的認識 那 那這本東西呢 都幾有趣的 一百幾十年了 這些是美國油票 波多黎各 那你甚至看到各個國家的 當年的元替 譬如現在南非以前很多國家的 那 那 這本東西就是 不斷地介紹一下 那這間東西就是 Stanley Gibbon 最老的 集郵公司 甚至現在都還存在的 那這些就是一些廣告啦 好有趣呀 一九零六年的 集郵冊 那這本都是早期的 那這本是沒有寫年份 那這本是自己 自己畫的格子 啊 哦 印上的 印上的格子 就這樣存在的 沒有介紹的 這些就低級一點點了 那這些油票呢 真是 擺這麼多年 越來越垃圾的 那可能一本這樣的寶 一百幾十年的油票寶 那麼多油票呢 都是幾十元一本的 然後還有幾本 不斷地看 很有趣的 卡比托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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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地圖 這個 我相信當年的人集郵 很多是 樂趣都是在地理 人民方面的認識 有很多的 有A字頭 阿丁 阿拔斯 阿富航 阿多拿 這本 存得差一點 偶然多一兩隻 澳洲 澳洲 ABCD 也是這樣的 很標準的 很標準的 它又不是以你 很專業地存 總之你每個地方 想辦法 交一個筆油 就認識那個筆油 之後就交換它那裡的油票 換一隻 對人的眼界又很有幫助 這本漂亮 這本自己畫的 又是這樣 這本有了 國家名字 奧地利 波克 比利時 又是照著ABC 這樣排 這個就沒有什麼簡介 這本的製作 就普通一點 這本漂亮 嘩 非常之靚 Lincoln的Stamp Album 這本很出名 1894年 嘩 厲害 1894年1月的油票寶 這本 非常之靚 就像一本書一樣 做一本書給你 小朋友有本書 就開始按圖撒旗 ABCD 這本書 以當年來說 是一個非常益智 對身心的 非常益智 的一個愛好 這本書 都存了幾多 有些香港油 這些都值過一百幾十元 現在都不錯 但其他的就很難說 中國都有幾十元的值 外國 1894年 嘩 這本書更早 這是非常早期的油 一本 雖然說這些值一百幾十元 但是 現在 賣出去都很難賣 這一本 可能都是一百幾十元 看看這本 這本 有英文和法文 倫敦印的 英文和法文 對照 也是 A字頭 阿富汗 阿拔斯 埃塞俄比亞 阿富汗 非洲 幫提瓜 也是這樣排 都有這些簡介的 首都城市 第一套 又被幾十發行 總面積 人口 這些 對於人民的 知識的培養 是非常有趣的 但很容易 草草下 就是沒有興趣 因為這些是太低級 即是公仔籽的收集 將這些公仔籽 都存在 現在的比較專業的收集 對於郵政史的挖掘 由正史和歷史中間的聯繫 的挖掘 本身的趣味 是大過這些很多 但這些當年 如果沒有什麼愛好 或者什麼 你知道 歐洲地方 天黑又早 有這些愛好 就好過去吸毒 跳disco 今天就分享 這幾個有趣的東西 最近都翻了很多 有趣的東西 都會 頻密一點點拍視頻 希望大家保持關注 多謝各位